下雨疫情大爆發 已經累積將近十萬名學生染疫 2133所學校停課 當中就有2.6萬名小學生染疫 但又打過一劑疫苗的卻不到一成 眼看下週疫情可能就要到高峰 疫情嚴峻的雙倍 到底要不要回應家長呼籲的停課兩週 高雄已經先行宣佈高中以下全改線上課 因為有不少家長嚇破膽 擔心林佳琪上路勞施弱以篩帶格 倒下上課 會讓還沒打三劑疫苗的學生染疫 也不少家長火大炮轟 這簡直就是意圖使人提早染疫 就怕家長會擔心小孩安危 這樣也澄清 老師現階段並不適用零加期 零加期的這個部分 這對一般的民眾 但是對於我們的教職員的部分的話 他也七天的部分 都還是必須在家自主的一個防疫 跟七天之後才會到學校裡面 還沒打滿三劑疫苗的學生 對病毒等同沒有完全的抵抗力 就怕停課標準持續搖擺不定 會讓更多學生的安危 徒增變數 記者黃文君 許光豪 SNG小組 台北新北報導 旺旺水晨是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在這個非常慈奇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 物化器還有生成機 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 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